第一,現在在疫情中,不單是大陸人,很多北區居民都不敢出街 不敢出街,一來就是政府很多防疫事做得不好,沒有去全面封關 看到我們的確診數字的確比早點封關的澳門,很明顯數字上有很大的分別 第二,很多防疫物資的供應政府都覺得很差,你有沒有口罩 現在大家都在社區很恐慌 因為現在是疫情的問題,所以就變成一個口罩採購員 不斷有人問我有沒有口罩,但其實派多少都不足夠 沒有支援,你問問題又不回答,文政又沒有資源,口罩又沒有提 連單張也沒有,我們說開始疫情可不可以衛生防護衛中心給我們單張 但是沒有 與往一直都是回答不到問題,都是很官腔的回答 還有很多針對性的問題,他們都很刻意地回避了一些問題 譬如,可能是處方,即是民政,我們問他們有沒有做過一些關於地區的諮詢 我們問一些數字上的東西,他們都是回避的,但這些數字他們不可能不知道 基本上,現在政府在地區層面上是零支援的,但第一,在那個 可能我們譬如,區議會有職過談了一些事情,那就 都落實不了,因為譬如,民政處用官僚那套體制方法 是訂不到一些防疫物資 他們是完全沒有的,所以都是靠街坊自己幫忙找 我們上網自己訂,所以其實都很主要都是靠自己 收街坊的口罩,多了一個口罩,我們就轉陣給一些學生 長者、孕婦和殘疾人士 我想輝明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政府怎樣去不理我們地方的居民的意見 也不去理會這個議會 而出現一個很大的民意逆轉反彈 戒慎恐懼都要 不會用一年內落成的公屋去做檢疫中心 但沒有料到他摸一天突然反口 但其實我覺得除了晉陽村這個問題 很多准居民上不了樓 我自己有個街坊說我排了七年 我買了七年貴桌,以為終有得上 例如下網,小朋友下網都轉了 傢俬都訂了,然後裝修都找了 但你突然跟我說 我到底這個疫情拖多久 你拿著晉陽村要多久呢 也不知道要隔離 但衛生服務中心更晚 隔離十四天、十二天才告訴別人 還有管理處和區議員和居民 都一起上網才知道 而且我們所知的確是有些居民 要檢疫的時候偷走過出界 這個我們也知道 大家完全沒有保障 我聽過有很多門報 其實去過武漢,但回來又不告訴你 總之就是靠政府來死就死了